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異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今天一大堆的朋友都一直在關心我 說憲哥出現那個這個性騷擾事件 你會不會受影響 我一點都不會受影響的 各位我是個宅男啊 我每天只會躲在家裡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我根本不出門的 什麼事都不會到我 王子教授我是那個愛情官 什麼特別 天啊 人帥真好 人醜就性騷擾 我就是那種帥的 然後男人 我跟你講可以 可以風流 但是不能下流 真心真意的 我教每一個女朋友 我都想要結婚生小孩 你看我孩子養的多好 我就愛小孩啊 不行嗎 對不對 我對每一個孩子 認真的交代 我都愛他們 把他們養育長大 對不對 但是 自己錯了就自己承擔啊 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醫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怎麼辦 那只好行李如意囉 你如果沒有辦法好好說話的話 那你就非得要到法院裡面去說好話了 加油吧 我們也關心你 不要再自殺了 自殺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當一個男人嘛 對不對 你還有老婆還有小孩才那麼小 要真的照顧自己好不好 交交 這個老朋友了 可能我這個老朋友應該也沒有了 因為要法院見嘛 千萬要記得人呢 三十歲以前是為自己而活 三十歲以後 那就要為愛你的人 跟你愛的人而活了 好嗎 黃之交先生 加油 不要再亂想了 不要想不開 然後頭腦清楚一點 不要再亂 亂講別人了 這沒有意義的 加油 交交 加油 接下來要出場的 我的前輩 憲哥 憲哥這個人其實一言以蔽之 視金錢如糞土 六億呀 八億呀 說負債就負債 不在乎 不還 沒有不還 大家都知道 憲哥是周杰倫的伯樂 知道吧 然後後來周杰倫婚禮不請的 對吧 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 江湖 懸案已經懸了很多年了 憲哥 你不用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想聽周杰倫說 哪怕是讓Od模仿周杰倫說 但是 現在我們仍然把這個舞臺 交給憲哥 讓憲哥說 憲哥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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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剛剛這個 看了幾位好朋友他們講的這些話 我心裡面是 有點傷感的 沒想到吐槽大會是一個這麼恐怖的節目 喂 親愛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憲哥呢 我縱橫娛樂圈了幾十年 從來就沒有服輸過 嘿嘿厲害了 但是 但是 今天跟老朋友 憲能親 戴君 吳柯還有蔡國強 蔡 蔡國慶 我剛差一點說蔡康友 我剛差一點說蔡康友 蔡國慶 是是是 蔡國慶在節目裡面說他以前是 李連傑的師弟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 我每次面對不認識我的觀眾 我也會這樣介紹我自己 你知道嗎 我以前是周杰倫的老闆 剛剛很多人 他們這個最關心就是 我跟周杰倫的一個關係 沒問題的 2002年 我賣掉了我的公司 連周杰倫也在打包的行列裡面 那 這 我就把它給賣掉了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變成天王巨星了 真是見鬼啦 誰會唱的 賴君 說您啦 到你啦 曾經紅遍內地的一個主持人 原來做個歌手啊 主持啊 後來還這個 開了公司嘛對不對 對不對 他可以說是 幾乎是完全複製了我的行徑 對不對 我現在生意做得可好 我 前陣子還有賣吸塵器 我告訴你 馬雲都買我的吸塵器 馬雲當時就問我說 欸 吳老師 你的吸塵器 有什麼特色嗎 我就跟他講 我的吸塵器 是全世界 最貴的吸塵器 當時馬雲就笑翻了 這就是所謂的 人養馬翻 我也沒跟吸塵器有點啥關係 冷冷冷 我聽說李旦啊 最近很紅的 嗯 火得不得了 內地很多綜藝的同行 他們都告訴我 都快請不起他了 我說 為什麼這麼貴啊 難道 難道這李旦 是用茶葉煮過的嗎 啊 依能記 Annie 小公主 這是我的老熟人啦 當年她是組合 非營三叔的成員 這個組合由三個年齡相仿的 青春女孩組成 當時非常火 大街小巷不得了了 今天另外兩位沒有來 聽說是在家裡帶孫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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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周杰倫的婚禮 雖然沒有請我 但是 依能靜最近的婚禮 也沒有請我 哈哈哈哈 而且依能靜 婚禮的現場的照片 爆出之後 大家就紛紛稱讚 唉唷 不得了啦 旁邊那個女嘉賓都好漂亮啊 高圓圓 是喔 依能靜的臉是不是腫了呀 太過分了 於是我親自看了一下依能靜 婚禮上這個照片 唉唷 我的媽呀 真是見鬼啦 唉唷 你這個可愛鬼 最後呢 我要表達對依能靜的敬佩 你能活得這麼傻脫 哈哈哈哈 這麼樣有魅力 都說女人 她就像一瓶紅酒 你在不一樣的年份裡面打開她 她都能夠有不一樣的風味 依能靜就是這樣 她每一年都有不一樣的 玻尿酸味 哈哈哈哈 而且你還找了個這麼優秀的老公 我要再次祝福依能靜 再次 百年好和 再次 永越愛和 謝謝大家 我是吳宗憲 對不起 對不起 親愛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你 Yeah Yeah 謝謝 謝謝 唉呀 不好意思 我終於到了我們的豬軍 伊伊能靜小姐 太有才華 得一一立書 比方說 伊能靜會做詞 對吧 念奴交禮 把這個雨扇關金 唱成了雨扇輪金 當年很多的小朋友 因為聽到了雨扇輪金 語文考試沒有及格 並且後來錯了血 對吧池子 就是因為她 還會寫小說 伊能靜 第一本小說裡面 配有她大量的寫真 很性感 遭到了大家的詬病 其實我得替她解釋 這是大家的誤會 伊能靜那是獨創了一種風格 在寫真裡加了大量的文字 對不對 李淡 書想不想暢銷 想不想大漫 想吧 必須在裡面配有 大量的 伊能靜的照片 伊能靜 我搜了一下她在網上的 各種各樣的稱號 伊能靜被稱為 雞湯聖母 向那些為愛而迷惑的女孩子們 來傳授著自己的經驗和感悟 她是一個愛娃狂魔 在她的微博裡面 到處都是兩個孩子的故事 她很有愛心 熱心公益十幾年 身處是非 而不忘真善美 她一直自稱公主 努力要把自己 活成一個童話故事 好讓自己相信 我上面說的都是真的 讓我們大家掌聲歡迎 公主伊能靜